接下来是一位新人 今年赛程中也是跌宕起伏 有的时候发挥猛了 周期末也可以打败 对吧 有时候发挥不好 自己就把自己打败了 不知道今天怎么样 掌声欢迎童墨男 大家好 我是童墨男 谢谢大家 第一期我讲了 我在北京体育大学里 学英语的故事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追求卓越 现在我内心就四个大字 安全第一 其实我北体毕业后 由于实在找不到工作 我又去美国苦苦留学了两年 专业还是英语 严格来说叫做英语教育 我们专业很神奇 我们专业是唯一的一个 你都不需要毕业呀 大家就笃定 你不可能在美国 找到工作的一个专业 因为我们专业 要在美国用英文 教美国人说英语 我都没有来得及去留学 我办签证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排在我前面的 都是学编程的 学金融的 他们都要安抚那个签证官 说你不要慌 毕了业之后 我一定会回到我的祖国 不会赖在你们那里 我照猫画虎 我也是这么做的 Don't worry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ountry 签证官看了我的专业之后 哈哈大笑 说of course you will you definitely will come back to your country see you in two years 好吧我的little brother 美国的治安 也进一步加深了 我温顺谦和的品格 我那会儿出门 一定要带上20美金 因为我就怕有人劫我 然后我支支吾吾 掏不出钱来 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的样子 我那会儿在脑海中 没事我就幻想 我想有人劫我 该如何第一时间 把钱给出去 礼貌地应对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 来自东方的温暖 就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呢 真到被截的时候 你竟然都有点兴奋 我是在加油站被截的 我远远看那个大哥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我说终于来了 我的哥哥 大哥说的一切 我在脑海中 已经幻想过一万次了 Give me your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我都不等他话音落地 我叫Yes I do Of course I do 那叫一个彬彬有礼 对答如流 I have twenty dollars Here you go And have a nice day 大哥接过钱 人都僵直了 以为自己逛乌尔玛呢 支支吾吾 也说不出个话来 仿佛英文是我的母语 而不是他的 最后勉强给我挤出来 两个单词 You two 我那会儿我发现 我跟美国同学 也玩不到一起 他们都很彪悍 玩的都是极限运动 比如跳伞 他们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 美好刺激的一面 我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 那个伞打不开的一面 我美国同学还安抚我 说跳伞科学统计过 出事的概率 大概就是十万分之一 但我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老觉得 概率低不要紧 只要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早晚有一天 所以有时候 我看着前面的人 一个一个蹦下去 都没事 我忍不住想 会不会到了我这儿 我跟我同学 路过一个跳伞基地 那个教练还劝我 他说 我们这儿 每年接待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一次事故都没有 我就在那儿算 我说 每年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我说 这不就是等我的吗 回国后 其实我也特别苦恼 自己的胆小和怯懦 但是最近阴差阳错 我竟然发现了怯懦的力量 上个月我走在一个北京的胡同里 后面是一个大娘 骑着车 就按铃催我 我也没听见 她就骂上了 她说 听不见铃啊 你没长耳的呀 你往旁边让让啊 我扭过身 我发现大娘 已经做好那种 昂娘的姿态 准备开始战斗了 没有想到 遇到了我这么一个软骨头 我咔就一鞠躬 我说 大娘 真的对不起您 是我没有走好 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就应该走在马路的旁边 有时候 就 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屈服的 过于迅猛有力 反正让对方 都开始质疑 自己的人性 大娘满脸都是 说多么好的小伙子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干嘛要催他呀 我抵得挨肚 大娘沉淫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说小伙子 大娘不是人 年轻人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大娘给你开路 谢谢大家 我是童木兰 谢谢大家 谢谢木兰 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木兰看见了吗 我们杀北京的 对不对 给我们这词 得加油 对对对 北京票这是 就觉得真是这样的人 身边是不是 我就是他 他上台表演的时候 就特别像我一高中学 我高中一同班同学 也是这样呢 戴着眼镜 脸也跟他似的 挺长的 然后也喜欢说北京的历史 我们原来关系挺好的 是不是就是你啊 他特别特别那种 就一看就像北京老实孩子那种 非得当坏人 来说脱口秀 但木兰上一次也是觉得担心这些英文会影响那个 对对对 其实讲的时候就是心里会有一定的预期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也算是我风格的一部分 所以我感觉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就等了走到这儿我挺开心 所以还是就把这个就这个风格然后再试验一次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我就是觉得降落伞的那一块 就是说那个语言有点稍微有点长了 对 就是这几段降落伞 还有那奶奶都顺一有点顺撇 对吧 就都没翻 就没有一种惊喜的感觉 胡同里那奶奶早点出来可能就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童木男得票情况 表现肯定不能说是特别的理想 但是我觉得就基本上还是把我应该有的状态拿出来 其实可以 可以 恭喜木男战略第三名 进入等待区 好 谢谢来一下 谢谢来一下 杨洛南他有自己的这个特点 而且他又有北京的这个特色 我觉得就是他就非常非常喜剧 可以 还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